再過一個月就要迎接農曆春節了 不少人的年菜絕對少不了海鮮 基隆漁會特別搭上春節商機 將新鮮的白昌、白蝦、干貝等海產 組合成了三款不同價格的海鮮禮盒 滿足消費者的各種喜好 另外宜蘭素澳漁會 同樣推出了海鮮禮盒 而且還放入今年接連遭到 中國禁止輸入的白帶魚、五載魚等水產品 希望民眾大飽口腹的同時 也可以力挺台灣漁民 新鮮海鮮上桌讓人開了食指大洞 春節將近不少人的年菜少不了海鮮 宜蘭素澳漁會特別推出超值禮盒 要陪民眾過個好年 今年素澳漁會的海鮮禮盒 雖然受到氣候影響 比去年小幅上漲200元 一盒要價2580元 但內容一樣豐富 除了白昌、干貝、白蝦等八種海鮮外 還有外型碗爐玫瑰花的白帶魚卷 由於中國接連禁止多項台灣水產品輸入 漁會這回還特別推出五字魚禮盒 力挺台灣漁民 三片的一個花魚 我們希望我們的消費者 能夠自己的漁獲自己救 而長工春節商機 推出年節海鮮禮盒的 還有基隆漁會 貓魚 貓之丸 這個什麼貓之丸 紅條 瓶箱同樣多元豐富 基隆漁會今年的禮盒 更提供三種價格 滿足消費者不同喜好 其中拿出2680元的禮盒 與價格差不多的素澳漁會比一比 兩者都有白昌 干貝 白蝦 軟絲 不過基隆漁會的品項少了一些 但卻有高檔的嚴選鮑魚 而蘇瓦漁會則還有白帶魚卷 青魚 一共八項產品 可以接受吧 可以合理的這樣嗎 農曆春節將近 各大漁會推出海鮮禮盒 不只要讓民眾大飽口福 也要為台灣漁產開創更多商機 記得綜合報導 將會推出海鮮